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媒终于给出答案 只怪印军太不争气 印度快报6月28日最新消息称 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 也有两名印度士兵溺水身亡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两人死亡系事故与该地区目前局势无关 报道称 死者是37岁的纳伊克萨钦维拉克姆莫尔 和23岁的兰斯纳伊克塞勒姆韩 至于两人死因 印度快报称 尽管印度陆军方面并未发布官方声明 但消息人士称 这都是事故与该地区目前局势无关 报道称 这两名溺亡士兵的家属表示 他们被告知 两人是该地区桥梁建设任务的一员 印度军方消息人士还称 莫尔死亡的消息是周四25日被报告的 而韩的家人则称 他们在周五26日收到死讯 此前 据印度媒体22日报道 印度北阿坎德省一处临近中印边境的桥梁 被一辆运载着重型机械的卡车压塌 卡车上的两人身受重伤已被送医 印度媒体还称 这处桥梁位于通往中印边境的达帕米勒姆路上 综合媒体6月29日报道 中国和印度部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爆发流血冲突时 中国在西藏部署了代号分别为雪歌、雪鹰、雪狼、雪狐、雪鸥的五支专业民兵队伍 其中包括飞行、通信、攀登、快速反应和格斗等多类特长人员 中国官方媒体的这一消息引发不少西方媒体的关注 民兵分队成员自相关专业公司 如通航公司、通讯公司、高汉山地攀登培训学校、矿业开发企业 其中雪狼高原抗击队设在某体育文化企业 是飞升国内外的搏斗抗击俱乐部 多次参加国际国内格斗搏击比赛并取得夹击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 民兵分队设在拉萨 但是没有提及这些格斗运动员是否会帮助训练边境部队 英媒The News报道 为对抗训练有素的中国军队 印度军队部署了Chicate突击队准备迎战 一名军方官员称 虽然Chicate突击队由大于22名人员组成 其中包括一名军官 一名低级委任军官 但几乎整个队伍也作为后辈 这样的话一个单位就有40至45名突击队员 印度印度斯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 部署格斗专长的民兵前也早有中国军方人士指出 印度有自己的优势 拥有经验丰富的山地部队 土耳其英文频道TRT报道称 中方其实早在最新边界冲突之前 就已经将登山能手和格斗能手派遣到前线 但是不清楚这些庄上人士是否参与了冲突 印度时报6月27日报道称 印度陆军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的三个步兵师 已经被部署到中国边境 报道称 陆军参谋长纳拉万 在向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汇报时表示 印军已在中印边境时空线做好充分准备 正在为长期活动坚守 报道还称 印度军队做好准备从中国手中夺回阿克赛钦 阿克赛钦是中国连接新疆与西藏的重要通道 如果该通道受阻 中国将只能选择穿越喀拉昆仁山脉 被印度语新闻频道Z新闻网6月26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印军已在纳达克中印边境部队部署三个师 及四万五千名士兵 准备从中国手中夺回阿克赛钦 包括第三步兵师和第八山地师还有四个装甲团 另外印度散兵特隆部队也空运进入拉达克地区 众多野战部队集结 势必要进行各种训练 但是训练场上印军却是状况频出 近日印军的无后座力炮训练就出现了大事故 这是一种可以健康发射的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座炮 卡尔古斯塔夫M4无后座力炮 比PRG7火箭筒更轻更短 权重也不过才11公斤以内 在印度只有山地师等精锐部队才会配备这种武器 结果在训练当中 也不知道是印度山地兵操作失误 还是无后座力炮本身就存在问题 一名印度士兵手中的无后座力炮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突然就发生了爆炸并随之出现了大团火光 同时操作者也在第一时间炸得燃烊马翻 并跌倒在地 从画面看 炮弹刚刚出塘就发生了燃烧 不过幸亏没有爆炸 否则周围印度一个班就尸骨无存了 毕竟也是三到四公斤级炮弹啊 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 印度军队后勤保障能力太差 武器都是万国造 五花八门 维护保养非常困难 印度山地部队是轻装步兵 缺乏机动力 更缺乏直升机垂直进攻能力 因此 印度山地师非常关注山地要点恶守能力 以及潜纵身包抄迂回战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卡尔古斯塔夫M4 无后座力炮是最主要的武器 是印度山地部队最主要的 反坦克反装甲和攻击活力点武器 结果现在 从训练现场 训练程度 还有出事故以后 周围惊慌失措的场面来看 印度山地师步兵 反坦克部队 训练素质和心理素质 与真正的精英部队相比 差距还是很大的 纳达克地处高海拔地区 并不适合大规模的 长期驻扎军队 印度方面的技术设施建设跟不上 很难保证后勤补给线畅通 狭窄崎岖的山间公路 很容易受滑坡影响而中断 连接众多河谷的检疫桥梁 也无法承载满负荷的战争准备考验 在运输挖掘机的拖车 压断 穆斯基亚附近一座 前线检疫桥梁后 印度军队通向 拉达克地区的补给线被切断了 根据专业人士的测算 挖掘机和拖车的总重量 大约35吨 这个重量能压垮的钢结构桥梁 意味着印军大多数坦克都需要空投 而印度军方的战时运输调配能力 也凸显严重不足 印度媒体称 如果一切顺利 重新驾驶一座钢结构检疫桥梁 大约需要一收时间 虽然时间并不长 但是拉达克的印军山地师 将很快面临挨饿受动困境 作为备用方案 印度军方释出征召 大批拉达克当地民夫 人挑肩扛送给养 但是要保证前线 舒安印军的吃喝问题 人力投送的任务实在太沉重了 需要强调的是 当前这种困境并非是在战时 如果爆发冲突 解放军大型攻击无人机 可以深入敌后 摧毁他们布局线上的重要桥梁和枢纽 拉达克前线的舒安印军 一旦陷入断粮断水危机 就会不攻自破 俄军专家称 中方在正义地区的军事力量有限 根据印度此前的说法 只有大约5000多军人和一些机舰人员 所以印军目前的兵力和装备规模 已经完全占据优势 但是中国军队近期展示了 从内地向西部边境 快速投送地面作战部队的强大实力 其中也包括 中国的空降作战部队的实战化演习 也就是说 中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向拉达克地区快速投送强有力的部队 并且能够确保后勤保障工艺顺畅无阻 很显然 这才是中国军队稳如磐石的信心所在 而在1962年的边境冲突中 五万解放军打垮了四倍余几的印度军队 至今还被印军视为耻辱败机 到6月24日 在加勒万河谷前沿的中印两军 又呈现了六日前解除接触的平稳态势 同日 中印两国防长也抵挡莫斯科 为两国见面做好了准备 加之北京与新德里都谈及了参举措施 为局势降温的措施 发生在15日晚的激烈冲突似乎就已告一段落 不过 这场导致20名印军士兵死亡的冲突 可能只是双方更大规模布局 乃至攻城竞赛的烟母弹 印军不仅在十月克河上 修建了大型军用活动变调设施 印度还渡过十月克河 向加勒万河口向河谷纵深方向 修建了简易公路 这一系列建设活动会导致如此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修建说明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 印度在拉达克地区的基础设施长期薄弱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拉达克 印方多年来只有长574公里的一号国道 和长480公里的列城至马那里高速公路 用于运输物资 增派装甲车辆等 两条公路均为东春季风洞 在西部边境 尤其是靠近1962年时空线一侧 印方只有简易公路 机动周期较长 因此根据地势与地形 中方一度颇具优势 解放军可以沿喀拉昆仑走廊南下 威逼印度在2008年修复的 豆拉特别里奥地机场 在印方看来 解放军甚至可以沿加勒万河谷 空喀山谷 温泉区 以及班公湖北岸的 枪城摩山地同时前出 威胁印度在什约克 河谷地带的全部居民点 随着印方建设 耗时20年的达布克什约克 豆拉特别里奥地公路通车 印军可能已经在2019年 4月22日后 彻底改变了它其实年间 与西部边境地区兵力堆积 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 自2019年10月22日开始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 国防参谋长拉瓦特 以大力支持印军 在什约克河上的剑桥行动 当时这两人在距加勒万河口 30公里处 为座长420米 宽4米的大型军运活动 便桥剪彩 辛格还特别强调了 此桥有助于印军快速调动 可以想象 随着越来越多的印军人员物资 可以因此被运往1962年 控制线附近 印方已具备在局部地区 改变战略态势的实力 为了应对印度加紧控制边界 解放军便在此桥 4至5公里处的加勒万河口 即1962年控制线处筑垒 以便扼手一点要冲 截断印方走廊 于是在2020年5月上旬 加勒万河口到十月克河上 就出现了中印两军面面相雀 热火朝天施工的荒诞场景 双方一度确保户部越界 并在6周内基本完成了工程建设 当印军一侧发现已遭压制后 印方在6月15日的冒险 也就可以理解 这一迎精锐官兵 则在扒掉解放军 在山崎高点的火力点 以确保桥梁与公路的安全 造成大量人员死伤的冲突 也就随之发生了 其实加勒万河谷一地的战线 只是中印在西断边境工程站的一部分 双方在班公湖地区 也存在着类似的对峙和比拼 有资料显示 印方在2020年5月前 曾在枪成魔山地 及印方只称为八指的地区 摸索了一条 直杀解放军哨所后方的山路 而解放军也在同期 开始加强 延1962年控制线的巡逻 在双方于5月6日 爆发了都欧事件后 解放军就将印军驱逐到 1962年控制线以西 并加强了此前 布置在北岸的哨所 快艇码头等设施 印美版面主编 今日印度集团前副董事长 古普塔6月27日发表题为 印度必须认识到 已在战争边缘 即便中国新攻势 是高压战术的受认说 2001年印巴对峙时 印度引入强制性外交政策 但不要像当时的巴基斯坦一样 印度务必永不眨眼 准备好作战 让中国军队消耗殆尽 古普塔社问 中国人在拉达克想要做什么 文章回答 今天的石空线阵势似曾相识 可以从印度20年前 在和巴基斯坦战争中 发明的强制性外交政策上 找到答案 当年 印度也在边境 集结重兵和真枪实弹的武器装备 摆开了一战定乾坤的架势 会否是中国 从我们历史的书业中 拿来的灵感 他们史无前例 有些过于张扬的新攻势 正是想要对印度 实施强制外交政策 如果如此 他们期待交易的条件是什么 古普塔给出交易方程式 让印度参考 一 永不眨眼 稳战稳打 保持理智 私下谈判时 头脑开放 二 从容不迫解读对方需求 对方的诉求是极简单的 还是最高程度的 找到相应 最适合的交易条件 但不要在中方强压之下 做出让步 三 做好打十九战的准备 如果通过解读 认为中方确实在搞高压战术 而且恐遭漫天要价 就让他们等待 而我们在时空线上 挖身备战 耗尽对方力气 四 你用前国家安全顾问 总理首席秘书米希拉的话 想要高压战术奏效 战争的威迫感一定要真实 连自己人都信了 同样的 反制这种战术的一方 也要深深处地地 想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 真实的程度 也要到几方开始相信 大战将至 在全世界各国的武装力量当中 印度的山地部队人数规模 是世界第一的存在 而在边境冲突 一点就可能爆发的情况下 印度已将数量可观的 山地部队部署完毕 那么 印度的20万山地师 威胁有多大 由于印度北部边境地区 多是高原山地 因此 对于摩托化部队 和机器化部队来说 有巨大的挑战 第一点原因是 这些地区 由于海拔高 空气中的氧气含量非常低 重装备的发动机 在燃烧油料的时候 需要借助氧气 进行化学反应 而在氧气稀薄的高原地形 其由于柴油 电燃机的功率 甚至会下降多达四成 因此 重装备的性能 也会大幅度下降 不利于发挥战斗力 第二点原因则是 因为近期 热点地区的道路 十分崎岖 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路 只有能工人 勉强走过的小径 因此 印度军队就选择了 人力行走和罗马化 依靠骡子和马 将破机炮 重机枪 弹药和医疗武器 投运到这些罗马的背上 但是 光靠罗马来投运物资 会使得补给能力相当有限 不利于高烈毒战争 除了物资补给 无法保障 并且编制体系臃肿 跟不上时代外 武器体系杂乱 和士兵人员素养地下的问题 在山地部队中 也同样存在 在必要时 也无法通用 同时 也让后勤保障体系的压力 抖增不少 然而 这种情况 在短期内 得到改变的几率非常小 即便如此 我军也必须警惕 印军空中来袭 做好一切防空准备 我们也要观察到 印军武器装备 已经大量拉上来的一面 充分考虑到 打印军的难度 特别是印度 还有强大的导弹 和空军力量 中国军队 绝不要对印度掉以轻心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一些 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